-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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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贺总 - 那个 贺总他正在开会呢 - 这一时半会儿真赶不回来 - 放屁 - 这不是三十万的事儿 - 我知道 - 你是觉得我抢走了子杨 - 心里肯定有钱 - 五十万 -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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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呢不是你抢走的 - 是我不要的垃圾 - 但是你去哪里 - 这 你还在工作 我当然知道你的三大原则 小宝生气就要道歉 小宝需要就得出现 小宝想要就得实现 但是现在不可能 哦对了 你们俩最好能白头写了 也算是为您除害了 给小贺总备车 是 太爽了 吃点啊 别老一直喝 来 对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活动前的预热直播 您已经来到直播间了 直播我有了解过 但是没有仔细研究过 其实比较简单 这是我们的直播在线人数 然后您看到的这些鲜花和飞机呢 就是他们送出的礼物 也就是他们为您花的钱 你们先出去 我现在要开始研究这个平台的数据以及量 我们先出去吧 周紫阳这小子拿了护士集团优秀青年奖 今晚八点半在秦城大酒店搬检 他凭什么拿检 那篇论文百分之九十都是我写的 一组织不是你啊 哇 这也太过分了吧 强占功劳和明月 简直不要脸 若文你先回去 我还有件事情要办 去哪儿 算账 去哪儿 技术方面似乎有些问题 信号很不稳定 我们可能得换一个房间 小宝 小朋友 那个是不能碰的 小朋友 小朋友 别跑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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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啊 小朋友去找一个人的 好不好 家长在哪儿啊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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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没注意到一直聊直播的事情 有一点儿 你自己就叫她 可以听听着啊 小朋友 对不起 我怕你也排除了 一个月的事情 你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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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啥是谁 你别跑了 我带来吧 你不快 我带来吧 你别跑了 别 暱声让你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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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没事 又姐姐在呢 你去一楼 我去三楼 钟秘书 你回房间 顺便通知一下医护人员 小宝会出事吗 有备无患 这里对他来说太陌生了 他的情况很特殊 那我先回去等着 让姐姐来猜一下 你的名字是小宝 对不对 好 不想说话就不说话 那姐姐问你问题 你可以点头或者是摇头 好不好 别靠近我 是你想对大家说的话吗 对不起 姐姐再来猜一下 对不起 是想告诉大家 你并不是故意 要引起这场混乱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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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帕和这个小南瓜 都是姐姐最喜欢的小礼物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好不好 笑一个 小宝真快 没事就好 你是 我是她父亲的秘书 您让孩子爸爸 好好照顾好孩子吧 小姐您是 我是谁不重要 小朋友 姐姐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我们有缘再见 拜拜 刷那一下 怎么酒穴还上来了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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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四羊个浑蛋 小宝 小宝 宝 宝 朱宝 混蛋 混蛋 大混蛋 混蛋 我等了你三年 这三年就是这么对我的吗 特斯恩的论文 我不眠不休 隔着时差 大半年帮你做的 我数据分析到选题 你对这论文付出了多少 你对我又付出了多少 温小姐 你认错人了 我 我对你来讲 就像块马铺 需要的时候你给你把 不需要的时候 就把我扔在角落 温小姐 我告诉你 学医是神圣了 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那篇论文的第一署名 不属于你 我一定会全部 把它说出来的 只要那个新贺的老板 有点囊子 他一定会撤回这个家 他一定会撤回 姓赫的老板很有脑子 你谁呀 这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我 我 你解了呀 为什么是我解 我 你自己动手 快点 我 我这条领带一会儿可是要上台颁奖的 这不就行了吗 还有对不起啊 如果有受伤的话我一定会负责的 不需要 那最好 真是莫名其妙 谢谢你们来我的那个庆功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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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阳 要不要要开始了我吗 倩 看这小子 快点 咱们 快点 咱们 二零二零年度 医学领域优秀青年的霍江城市 我永连不休 隔着时差 大半年奉你做的 还有 我告诉你 你 学医师神圣 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你给论文的第一数 我不属于你 订阅本聪明 这脸是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不是怎样嘛 都能不能有意思 在台湾上 你把这些东西放在天上 这是什么 好好睡觉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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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不要走 别走 轻揚 这边 恭喜贺泽再次洗涤热搜 今年得有六次了吧 都超过了我两次 作为秦晨之名帅哥的我 这顶留位置不保啊 我这曝光量有所下滑 他被曝光了 没人知道他是谁 你担心他 我是怕这个女人连累了我 阿姨啊 秦阿姨 你这昨天晚上 弯挺大你 给 给 神秘女线 私密空间 优惠 后续少董 少董儿自主 你亲妈出现 什么鬼啊 这人不是我吗 来呀 什么鬼啊 贺总 您别担心 胡医生 不会照顾好小宝呢 您就先给医院的大楼已经进攻了 我们打算呢 这几天办一个落成仪式 您平时忙 今天找我过来 让我过去看一下 给点意见 小宝 小宝 别紧张 别看看啊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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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刚才还好好的呀 怎么就 小宝 不怕啊 小家伙 姐姐没猜错的话 你叫 小宝 小宝 对不对 我宣布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人了 这是我们之间 约定的姓务 你一个 我一个 我们 拉钩上吊 一百年 不许遍 手放开 请让一下这位阿姨 阿姨 为你 是你啊 怎么又是你 昨天晚上的事情 是你设计好的吧 真是一场 非常精妙的羽毛 从直播到淡网 当小宝消失 你不早不晚刚好出现 视频又不多不少 刚好以一分钟的形式 传播了出去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 你依然安然不压 但是我的公司 却承担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和舆论的压力 你胡说什么 说吧 多少钱 你受损失 我还受损失呢 我们亲手受到的气 开个价 两百 我果然没看错 支票 别来电视剧里那套啊 两百块 两百块 实在是嘲讽了吗 我们女孩子 头可断 血可流 发型不能乱 你自己看一下 这头发都被你搞成什么样子了 我要请最好的童尼老师帮我理发 两百块 还真是莫不奇妙 多了不要啊 小宝 这里到处都是冠阿姨 以后一定要注意个人安全 听见没有 我们回家 有点 努力 房间 里面 你 算了 我还是带着你去一个更正常一点的医院吧 走 我就好奇了 到底是哪路仙女 能够撼动你们贺家大小两座病人呢 出生在秦城旁边的一个县城 父亲跟母亲都是普通的职工 从小学到高中就没离开过那个小县城 没有任何的海外留学背景 工作三年 临床经验非常不错 综合来看完全比不过海外的医学专家 最关键的就是 性情和脾气非常不稳定 喜怒无常 无论是从短期的合作 还是从长期的发展来看 跟他合作 都是必大于利的 你这都能做图表上吗 我也考虑过用价值组合管理模型 或者是7S模型来分析 但是我发现可用的数据并不支持 贺总 请小姐婉拒了 她说休假期间不接待病患 另外私人医生的事情她也拒绝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看来正式的谈判还得我亲自来才行 我会想要你明天来五公司一趟 你是CEO 我还是董事长呢 你们这种电话诈骗 我接一个举报一个 喂 孤儿 电话长片 私人医生是不可能的 我是在职医生 我们医院有规定 院长那边我已经打不着头了 不必担心 另外这些钱只是听见 秦医生是绝对的利益计划 你的薪水和奖金只会分配 在你眼里 一切都是可以用物质搞定的吗 理论上是 因为所有的东西 都有同等的价值匹配 孩子的心理缺失 也是可以用物质搞定的 不完全是 但至少在物质上 他想要什么 我都能满足 包括你 不好意思啊 何总 我觉得我受到了冒犯 不想再看见你 请你离开 厉害死我了 世间嵌入粪土 大女如小说没白看 二头 这又走了 怎么了 那小秦医生先说啊 小秦医生呢 最喜欢过生日了 但是我的生日 在六月份 不是应上经过考 就是家长会 最最最最最惨的就是 高考考数学 所以我只能羡慕 别人家的小朋友 开排队 我也难过啊 小宝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有没有收到过什么 特别的生日礼物啊 要不要画出来 让我羡慕羡慕 小宝 怎么了 好了小宝 妈妈在 我跑了 小宝为什么会这样 都是我的故事 五年前小宝生日那天 我跟他都失去了最亲的人 这些年来 因为宠生引起障碍 小宝再也不愿意 开口和接触陌生人 我希望能再次让小宝 拥有他这个年龄 还有的快乐 这几年 我查询了所有的资料 也咨询了很多医生 但是结果都不尽而言 要不这样吧 我们为小宝 过一次生日 既然生日是他的应激员之一 那这个 就是重建他新人系统的 第一读报告 但是我也不确认 小宝他也愿不愿意 信我一次 我要先回去看诊了 这样 等我周末休息的时候 我跟你一起为小宝准备生日 走了 是一起吗 一言没定 你说小宝这么可爱 小小年纪就要承受这样的痛苦 好心疼 没听说过合作结果 那应该是 隐婚了吗 难怪他会变成这样 一般网闻小说 不都是这样写的吗 男主角因为挚爱的死而自责 从此斩断七情六欲 上山闭关修炼 几十年如一日的练九曲十五宫 修炼你个头啊 你看的是武侠小说吧 怎么 这贺乔宴还有一同九州呗 但是我没想到啊 这扑克脸也有身情那一面 身不身情我不知道 我只是心疼小宝 这么小就没了妈 而且还贪上这么个伴 咋的 你要帮他们父子呗 我 我只是想忙小宝而已啊 而且 这是我作为医生的侄子 行 去吧去吧 古道热肠的情侣下 我习惯在合作之前 先把所有的协议都谈 虽然帮助小宝过生日 也是在治疗 但是会占用你工作之外的私人时间 我会以你作诊的数倍价格作为报仇 另外 在你还没有正式接受私人医生的邀约之前 我们会以短期合作的方式进行 这是协议 请一生请过目 有笔吗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不许反悔 从未有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的话 那就再加一杯奶茶喽 在 Daar 饿了 金小姐 请慢用 火锅 到了 你干嘛呀 这是我们公司 推出的第二代天空手环 你带着 这是情侣手环啊 那跟我配对的那一支在哪儿 那个 有声不懂的 拿着说服说自己回家研究 直接不走了 我再回家了 下吃吧 什么意思 这 车子声音大叫了不起 第二代天空手环呢 预购才一个星期 预售量 较第一代就已经上涨了百分之二百七 所以 我们今天趁机推出限量版的黄金 和这个皮克表带 那个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金医生 身体不舒服 你买通的若微 是你的手环数据 你现在轻微发生睡眠不足 你不是一个医生吗 大哥 医生也是人 医生也会生命好吗 记得吃药 不要传人给其他的病人 叫我 在车里等着爸爸 我上去看一下秦医生 都在脱口 我可不是 是 �윤 秦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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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验证失败 了解 小琴一天呢最喜欢过生日 但是我的生日在六月份 不是应上进过考 就是家长会 最最最最惨的就是 高考考数据 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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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面的门我可以解释 我先帮你把预设的门挂好 开门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手环在各种恶劣环境下的 适用能力意见 收尾 屁股 小言 你頭怎麼那麼小 醒了 你怎麼會在這兒啊 舅寶陪著我照顧了你一晚上 讓他多睡一會兒 你先起來 吃吧 我想起來了 昨天晚上我在衛生間洗澡 我洗澡 把人讓我滾 晴雨 我請你控制一下你自己 控制什麼 三兩 對了 你為什麼會來我家 是我給你開門的 是我自己開的 0607 你的生日 你怎麼會知道 你跟小寶說你的生日是在六月份 不是趕上家長會 就是趕上期末考 最緊張的一次是你高考數學那天 全國剛好是六月七號和八號 數學是第一天 這兒你都記得 你說過的每一句話 我都記得 小寶 對不起啊 我沒有給你過成生日 這樣 我呢 答應你一個生日條件作為補償 你想要什麼 你告訴我 我都會滿足你 好不好 那你想要什麼禮物啊 你要我當媽咪啊 不 我 不是 小寶 這個東西 都不能讓開玩笑啊 沒問題 我 我答應你 你確定沒問題 我確定啊 我說過了 只要你開口 我都答應你 所以 小寶 你得開口 叫我媽咪太心 小寶 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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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賀總是不是有點什麼 你情節我呢 就是緋聞提成 現在上熱搜 後是深陷八卦 我 是紅無我 明白了 賀總跟神秘女子爆出緋聞視頻那樣 你不正好在酒店嗎 是不是你跟賀總說了什麼 所以那周姊雅沒拿獎 你不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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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姊雅沒拿獎 你不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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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跟報手機玩什麼 你不正好 我跟你說 現在醫院全部都在傳運的事 賀總頒獎的時候 直接當場 徹策周姊雅的獎 你說過的每一句話 我都記得 原來我說的話 他全都聽進去了 對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小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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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好嗎 最近 我沒有時間一直好好談一談 對於我來說 前任和陌生任沒什麼區別 我跟陌生任沒什麼好說 還有 我順便提醒你一句 感情是感情 工作是工作 周主任 清清 徐姐 今晚會舉辦宴會 慶祝到了洛城 你也一起來吧 喬喬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我爸到時候 會宣布紫陽 要升任主任醫師了 恭喜啊 我一定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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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總 您過來了啊 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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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拿樓還滿意 非常滿意 說到周紫陽主任 我們就不得不感謝一個人 那就是 請以悅悅醫生 我的學姊 可能有人會問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如果不是學姊的勇敢斬斷 過去 網上就不會流出那些學姊和賀總的 甜蜜頭條 所以 所以没有他不会有紫阳医生的基点 虽然贺总依然对外宣称单身 但真爱是勇敢的 我们应该祝福这份勇敢 因为和新大龙一样 人也应该拥有新的生活 贺总您说呢 你说这秦颖和贺乔宴 不会真的是那种关系啊 这么明目张胆的倒贴不好吧 贺乔宴为了自己的名誉 一定会否认和你的关系 秦颖 这个帘 你丢定了 看来大家对我们的故事很感兴趣啊 那今天我借此机会 给大家澄清一下 网上那些都是遥远 我现在也不想跟秦医生谈谈 我现在只想秦医生 能够不再取决我的求婚 求婚 终于 有没有确认 你干什么 我现在在教你 这么大前男友的脸 那就是在前男友的 写女友挑衅时 她一个比她更优秀的 新男友出现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愿意当你那个 更优秀的新男友 那就多谢合作 交互交集了 用值得选择 没想到这个人 他看起来为我独村的样子 跟进的时候还挺绅士的 你好 我是清一月 不是贺太太 职业是医生 不是后脉 不接采访 不接广告 不做红毯 不见财 不接受人脉 不给小孩起名 你好 谢谢 你好 再见 我是贺先生 我管你什么 贺不贺先生 贺乔宴 小宝的治疗 有了显著的成果 你昨天晚上表现还不错 有一份项目抢法 什么项目抢法 什么项目抢法 项目抢 倒也谈不上 是什么网络暴力吧 就是网上有一些 吃饱了没事干的键盘侠 你知道吗 当我看到我自己上热搜的时候 我真的是哭笑不得 简直让人分分钟想爆炸 你说我这都是什么运气啊 走了个周紫阳 来了个贺乔宴 你说我身边都是些 什么人间极品 我觉得你应该要跟那个贺乔宴 说清楚你的处境 我跟她说 她就是一个自以为是 霸道蛮横的怪叔叔 说不通 竟然跟别的男人说自己 是未恢复的坏话 要不然我帮你去跟她去 贺总 你来有什么事啊 手环呢 这儿呢 这儿呢 样品测试需要一直佩戴着 佩戴员必须要做到认真 专业和辐色才对 你让我带我就带啊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的话你可以走了 这是谁 这是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您这是贺总吗 您好 我叫凌方 一月的师兄 你好 谢谢你送我未婚妻回来 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你是小宝的妈咪 不能跟其他男人 随意走得太近 注意形象 不说第二遍 你这 你看看 自以为是 霸道完后 坏的叔叔 来了 妈 妈妈是老逼着你结婚 但是 你因为结婚而去结婚 这样的婚姻不会幸福的 你以后会吃亏的你知道吗 你妈妈说得对啊 尽管呢我们有一些个把柄 坐在人的手上 但是你放心 你的爸爸妈妈是灰地 大主 听我说 我跟贺乔艳我们俩就是假的 有一天 我跟贺乔艳 就是为了替我解为演戏器周子洋的 明白吗 真的吗 真的吗 你什么时候跟秦医生发展到这个阶段了 你什么时候跟秦医生发展到这个阶段了 现在知道一步了 玩这么大 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读着了 对我个人而言 结婚不过是在配偶栏上夺下一个名字 无论是秦宇月 张宇月 孙宇月 都不影响大局 我不在乎 还是 你心中令我所托 一切只为了小宝 那你接下来 打算怎么办 顶婚宴的结婚店里 会有最专业高校的团队进行服务 不出意外的话 一个月之内 全部走完这些流程 等等 你是认真的 除此之外 我还要先送她一份大礼 二位请沈月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随时都可以联系我 妈 你看见没 我跟你说过的 我们结婚就是闹着玩的 都是互换条件的演戏而已 妈 她是可靠 虽然看起来啥头啥脑的 但没想到啊 是个实看的企业家 看来对结婚也是认真的 果然 男人认真起来的样子 是最迷人的 小孩 你是不是带了一个儿子啊 那孩子的妈妈呢 爸 这是人家私事 这个事情必须要问清楚的呀 小鹤 其实我们家特别开明 我们绝对不会因为你带着个孩子 对这个婚姻呢 有什么偏见的啊 你放心 我们就是担心 我们就是担心 我们一月以后受委屈 小宝的妈妈 过世了 这些年都是我带着她 你现在彻底放下孩子妈妈了吗 妈 小宝的妈妈 对我来说就是至亲的家人 长草鲁母 小宝是你哥哥的孩子呀 我还以为 小宝是你的孩子 除了身边至亲的人之外 没人知道小宝的生父生母是谁 我也不想让更多人知道 来来来 别干啊 别干啊 好 你别干哪 你都撒了你自己 你说 今天被我打扰 实在不好意思 时间也不早了 我刚刚让司机回去照顾小宝了 不知道方不方便 今天晚上在这儿留宿一晚 怎么还有这一床 方便 对 你可以跟我睡 跟你睡什么呀 不过小赫 我们家只有沙发可以睡了 那我先收拾一下 不用麻烦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跟雨月将就一晚上就可以 你睡沙发 我睡沙发 凭什么呀 我就没睡个沙发 那我睡沙发 我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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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我聊一会儿吧 你可能不知道 我好羡慕你啊 也有家 有家人 毛巾挂在一起 鸭双风在一起 吃在一起 睡在一起 我什么都没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好 我马上回去 怎么了 想把她发烧了 时间不早了 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妈妈 霍卫菲 你刚刚叫了什么 妈妈 我真是个人杀不许把坑蒂 三十六七 走回上次 去哪儿啊 回家 回谁家 你这话问的 我当然是回我家了 那正好 我让人跟你一起回 顺便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 今天晚上搬回来 我昨晚说了 我不会搬回来的 我也不会跟你签什么约 走了 趁你亲口带的钱吧 你连合约都操你好了 还放到车上 这叫做永备无患 对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没有必要这么着急 时间就是金钱 请吧 你存在让我看看合同吧 请 这么多钱啊 时间说清楚了 我只做到答应小宝的程度 这某些夫妻也不 好 这个你大可以放进 我对你 没什么兴趣 我 我 我需要的是你的专业 那我就发现了 秦医生我来接你 我还以为你是来帮我提行李的呢 我为什么要帮你拿行李 你有见过员工入职老板帮着你搬电脑吗 以我对你蛮力的了解 这两个小箱子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进来 你真了解我 阿贝里有明确的规定是九点钟正式的报道 你晚了六分钟的时间 为此我不得不退市公司立会的时间来等你 下不为例 我一定要像你拥抱我一样 拥抱这个世界 你的房间在楼上 等会儿 我住你房间啊 过来 都要不能走路我们是合约关系 所以不能带你去客房 比较容易帮我 我特意要安排了一下 这种同房不同床 可以接受吗 这外面大门一关 谁知道我是睡主屋还是客屋呀 千万不要低估了下午 别疼啊 小子看到我是道间了 提醒了 摩托扇摩好 小宝 起来了 什么呀 你都把我放个面儿啊 小宝 爸爸妈妈 请您抱抱起高高呢 您这次回来怎么没提前告诉我 这个人真的是你妻子 当然是我妻子 只不过我们两个人都很低调 所以就没办法了 家里是什么情况 做什么工作的 他父母是普通职工 约是一名儿童心理医生 在亚德医院工作 为什么选择他 因为他很好 最重要的一点 小宝很喜欢他 区区的一个小心理医生 他好在哪儿 他很特别 是独一无二的 小子也挺甜 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的妻子 不仅仅是你的妻子 她还是贺氏的女主人 她担得起吗 我贺氏的女主人怎么了 那一个千金啊 还怕我耽误起啊 借这么多坏 肯定是不可 你自己厚 我去看看小宝 好 来 去冰箱里 找冰块喊在嘴里 快去 好 想不到乔燕 这么突然就结婚了 结婚 是结给小宝看的 为什么 为了给小宝治病 您都已经看出来了 为什么没说出来 夫妻关系是假的 但我发现乔燕对这个女孩子 都像是动了点珍惜 那 林小姐那边 一切照旧 林赫两家这个婚 是必须要结的 老婆 这是首环上线两个月以来的数据 您可以看看 我非常看好她的扮演情景 我准备把它重新包装作为重点产品 推向物美市场 能说服董事会吗 当然可以 下周三十周年的青年晚宴 我来安排 你呢 就专心的准备应对董事会吧 好 好 往年 你都是一个人参加 今年 今年我会带着我妻子一起去 你确定她可以吗 恐怕 连一支基本的舞她都不会 绝就是 不能想办法 放松 好 姿势摆好 头摆正 放松 收腹 靠棍子上 收紧 伸直 我先来洗手机 是我 贺总 同城那边有消息了 人找到了 找到了 已经给您订了去同城的机票 两小时后起飞 我正在去接您的路上了 好 我知道了 好 小时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这么着急东西都掉了 既然大魔王不在 我为什么不给自己放假呢 亲眼把火锅举了 我六点准时下班 你不是说最近要为了晚宴保持身材吗 还敢连火锅 小婶 顶不住了 管这什么鬼玩意 我要火锅去灭 这又是张司机吗 张司机 什么张司机 就是以前给贺家开车的司机 自从车祸以后就不见了 贺总找不了很多年 一直没找到 张崇 你在哪儿找到真相 什么真相啊 好像是先生着急出门 夫人总统慢了 两个人就碎嘴团结 我分心了 这时有一辆大车开过来 我嫂子不是那种 会因为我哥出门晚了 就跟他吵架的人 我哥跟我说过 他从来都没有着急过 更别说 跟别人生气吵架了 所以张承在撒谎 什么 是我 我一会儿都飞过去 贺总 出了点情况 张承跑了 又跑了 这个小司机 看来的确没有这么简单 在你弃遥不舍的寻找下 愣是躲你躲了四年 你说得没错 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司机 他怎么做到的 这不成长 这些年我也越来越觉得 当年这件事 可能没这么简单 他背后一定还有人 我必须找到真相 不能让我打个打扫 就这么白白死了 放心吧 有什么事 随时叫我 这些年轻轻 若薇 你在哪儿呢 你到了吗 马上 马上了 你稍微再等我一下 此地不宜久留 要不我现在店里都念 不行 那个店特别隐蔽 你是找不到的 稍微等我一下 马上就过去了 哎呀 快点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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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这儿 我来这儿 是 上当洗手机 为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 没有 那你跟我解释一解释 为什么这个时间 没有在家里练舞 对呀 我这个时间 我不是应该在家里练舞吗 我为什么没在家里练舞 方副理 我的资料已经整理好了 不管你满不满意 我的下班时间已经到了 如果你再要收拾 请人间请 港 我不是让你 在跟街口等我吗 行 我下班了 我满的车子 招呼你了 河总 还看你 那个你也 稍微 体谅一下月儿嘛 你看看 你看看 月儿都被你逼成一点青菜色了 我 为什么 我看你没有必要急着下班了 去把资料重新整理一下 不然你先走了 先走了 转过来 你知不知道一顿火锅吃下去 之前那些天的努力就都不爱肥老了 你别准巴巴的嘛 大不了晚上我多练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你金属本来就差 别说三个小时了 再多给你两个月的时间 你这么嫌疑我的话 那我就不去了 反正我也不想去 而且在我们的合约里 没有这项工作内容 我只负责小宝 更恐怖 你的私事 我这不是管不着吗 私事 你受理 我确实不该把我的私事 拿来浪费你的时间 莫名其妙 你真是 你真是 小气巴拉 凶巴拉是不是 我也会 浅月 你为什么这一点 没有在家里练我 我那知道为什么 就走了 我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 你怎么办 我 你怎么办 再加上今天因为张诚的事 他本来心情就有点不太好 张诚 你是说 那个司机 对啊 那那那五年前的车祸的事 你知道多少 我其实知道的也不足 小宝生日那天 大爆了 贺乔燕凶嫂一家人开车出去 突然就出了车祸 当场去世 只有小宝心存了下来 这些我都知道 那当时贺乔燕在哪儿 你不知道啊 她居然没跟你提过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据她大姑说 当时 当时贺乔燕接到电话 不确定发生了什么 就赶去了医院 结果她在赶去医院的路上 也出了事 人整昏迷了半个月 后世都是她的姑姑在联络警察和着手出院 直到出院大灾之后 在那次意外事故中 对她比父母还近的凶嫂已经亡固 而当时 给他们开车的张承司机却不知所作 当时贺氏集团在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 还继续保持扩张之势 贺家领头人这一走 小儿子刚从车祸中醒来 就要几成家业 所有人都等着看贺乔燕能否乱过来 她更多的人认为 贺氏集团会就此完蛋的 贺氏是贺乔燕父亲和她大哥的心血 她不得不压下被毒 在内忧万环下 独自抗击一切 最终将贺氏带出了破产危机 贺乔燕当年 是怎么听过来的 这是五百万 最后一次 价格要变了 贺乔燕派人查到了我老家 我现在有家都没法回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 在室里 给我弄到房 非常有眼 他 他 一 二 三 是这样吗 怎么感觉还是不对啊 一 二 三 怎么感觉不对 二 三 你看 跟着音乐来一遍 嗯 爷 谢谢你啊 你谢我什么 谢谢你 愿意陪我 你确定陈小姐的勤俭送到了吗 那终于亲自送到林家了 准备好了吗 嗯 还有什么节目吗 走 小宝 你爱的神曲 你还偷上我歌单啊 我也可以适应给你洗好 我去吧 快点 小宝 小宝 我好笑 真的喜欢上你了 我好笑 中文字幕——YK 小梅 大姑 好久不见 越来越漂亮了 谢谢姑姑 乔业 看看谁来了 等我一想啊 好久不见啊乔业 好久不见 乔业 您给选维介绍介绍了 这是谁啊 听说这个林小姐 就是前两年新兴的一个小伙设计品牌 魏魏仁的创始人 很多明星都是那个魏魏仁的自来水 你爸爸好 好般配啊 这就是成熟丰的天生人吧 这就是我们的小生真般配 该来的啊 还是来的 老板好 她就是那位 贺九亿的娃娃亲吧 林氏跟贺氏视角 当年贺家有困难的时候 林家始终坚定唯一地站在贺家这边 给过贺家很多帮助 现在还是贺氏的大股头 林董的女儿 大家还记得吧 知道 是 谢谢拜拜 我出去等她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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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她怎么知了 我说什么来着 她就是上不了台面 贺氏的周年庆没有他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出过乱子 大姑您先别生气 他今天只不过是不小心摔倒了 一整晚表现得还算不错 那是林维不是别人 我懂您说的意思 林氏对我们贺氏有恩 但也不代表我们贺家人 要处处都妥协 让贺氏的股价上涨 那才是双赢 我知道 你还在调查称赫的事情 这么多年过去了 伤口都愈合了 干吗还要撕开呢 不明不白 那不叫伤口愈合 那是自我麻病 我劝你啊 还是不要查了 你现在应该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贺氏的发展上 那才是你哥希望看到的 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业 而是贺氏的心血 而是贺氏的心血 不要辜负了 明白 早点休息吧 我回去了 这都什么什么呀 算了 我才不受气 你气死是没人提 老板 妈妈来陪你玩了 你好 何乔耶 你好 林薇 大姑说的人就是你啊 很意外嘛 别忘了我大学学的就是商科 前两年做设计师 不过是兴趣而已 智能手环对于贺舍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不适合你拿来那种 知道你是个数据扣 那我就用数据来说服你 我可以承认这份工作 回国这几天 我一直在做功课 这是手环用户群的数据 二十五到三十岁 用户占比最大 有百分之三十 而这百分之三十的群体中 有百分之六十五的用户 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有长达五年的 现代化科技创意产品使用经验 最少的是三十五岁以上 只有百分之九 而二十岁以下 也不是特别多 只有百分之十三 而建议的智能手环 市场关注度 在此 我们小宝怎么这么乖呀 来 你叫姥姥 妈 看我这记性 不叫不叫了 没事 姥姥 谁叫我了吗 谁叫我了吗 你再叫一声 姥姥 太棒了 小宝 叫老爷 老爷 他叫你呢 这孩子今天怎么了 猜猜猜了是吗 太棒了 小宝 叫生爸爸 叫生爸爸 小宝 快快 叫爸爸 小宝 叫爸爸 何先生 你要继续加油 其实没事 小孩都这样 没准啊 明天就叫了呢 别着急 是你 来吃饭 快吃 来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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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先生 这么认真啊 你们怎么来公司了 小宝 他想你了 我就带他来看看你 顺便给你带点吃的 你不是没吃早饭吗 忘了告诉你 今天中午 我知道你中午赶时间 吃的简单 所以我给你做了 你最喜欢吃的 小宝 小宝 中午还是吃三明治吧 贺总 林部长 设计师卢卡斯 五分钟之后就到了 他们到了以后 直接带过来就好 好的 还是吃我这个吧 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 金枪鱼三明治 金枪鱼加了量 吃吧 我记得 卢卡斯最反感金枪鱼了 最好不要吃 不然会留下味道 我希望你会 lazım 我 要订你 一会儿有rov för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 午餐差不多一时就可以结束了 午餐还是要好好吃的 等我结束了 我带你和小宝一会儿去吃午饭 行 你们工作 你们忙 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和小宝去外面等你 好 走吧 小宝 这个安全啊 正好 刚刚我正好也在看一看 陈静世VR的设备 以及手上一个实际上 妈妈去上个洗手间 你在这里乖乖等我 千万不要走开 好吗 反感气模块 以及单机模块当中的这个 低功耗优势 还需要再继续加强 如果功能现场有一定的突破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手法 一定会有更好的一定的收益 除了电池之外 小宝 你怎么在这儿 哈喽 小宝 来找爸爸玩 等爸爸开完会再陪你 好吗 我 我去到洗手间 贺维飞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 不用装了 都是女人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过你们根本不在一个高度 勉强往上爬 没人兜着你 只会摔得更糟 不过你 你几秒 给我下来 怎么了 怎么了?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小宝,你告诉妈咪,为什么这么做? 你这么做肯定是有理由的,对不对? 她能有什么理由? 她做出来这样的行为就不能被原谅。 何非我告诉你,你在家里怎么闹都可以, 但这里是公司,这种行为绝对不允许。 我去找她。 何总,我知道你是老板, 我习惯严肃教育你的员工, 但是小宝只是一个小孩子, 你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你的说话方式? 不管她是小孩子还是大人, 做错了事情,就必须要被教训。 是,你是可以教。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先问清楚原因呢? 她小孩子能有什么原因? 她就是太顽皮了。 你到底懂不懂怎么教小孩啊? 我懂不懂怎么教小孩? 你就很懂吗? 就是因为你最近太惯了, 让她忘了什么叫做规矩。 是,我不懂。 你懂,你们懂。 至少我懂得家人需要陪伴。 今天是周末, 你一大早就来工作。 小宝说她想你了, 让我带她来看你。 结果你就把她一顿骂。 你就是这么做下场的吗? 。 乔宴, 你和小薇年纪都不小了。 应该商量一下, 什么时候把婚给结了。 结婚? 乔宴, 我们都知道, 你一直想要先把贺氏经营好。 但是跟小薇结婚, 并不会影响你的计划啊, 反而会帮到你。 小薇那么能干的。 大姑您也很清楚, 我是不会联姻的。 乔宴, 你很聪明。 你应该知道, 林鹤两家联姻, 对鹤氏来说, 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 我当然很清楚, 但我不会为了生意, 而出卖我自己。 是配的。 我去一下。 只要你跟林维结婚, 你所谓的隐患根本不存在。 而且对手环大有益处。 大姑, 这个问题我已经不想再讨论了。 我一会儿还有一个会, 先挂吧。 正常情况下的小孩子们, 是挺可爱的。 在母亲面对, 像小宝那种, 多多少少有点问题的孩子, 恐怕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爱。 大姑, 是这样的。 正是因为我知道, 他们天审有多可爱, 所以才更想, 帮他们把病治好。 那些被你救过的孩子, 很幸运。 但是我希望, 你能离开小宝和乔艳。 我知道, 您觉得我配不上乔艳。 但是大姑, 你真的愿意她为了公司, 去娶一个自己都不爱的女人, 然后不开心地过一辈子吗? 乔艳自从决定接替她哥哥的事业, 那就不只是她自己的事业了。 她要对得起过去的亲人, 不能逃避。 是啊。 她跟我觉得您说得对, 但是很自私。 门不当户不对的情侣, 很难不如不意。 即使是结了婚, 也不会幸福。 贺总, 这里是儿童心理展示。 我当然知道。 告诉我, 为什么想要离开。 我完除工作了呀。 而且, 我在我的职业道路上, 有更高的向往和追求。 我想出于闯荡一番。 好,我知道了。 但是我希望, 你不要说成别话。 贺太太这顶帽子, 我不想再戴了。 每天演戏修恩爱, 我都快人格分裂了我。 而且喜欢你的人那么多, 我不想被人说成, 站着毛坑不了。 你把我比喻成什么吗? 毛坑啊。 你是坑蹲久了, 我容易腿麻。 那我就给排队的人, 让人空了。 小宝, 我已经提前把歌曲, 给你录到这里面了。 你呢, 就听听这里面的歌, 自己熟悉一下。 明天妈咪就不能来陪你练习了。 因为我要跟宁放哥哥, 提前去山庄布置一下场地。 拿着。 李渊。 师兄,你来了。 小宝。 师兄, 师兄。 你应该叫您放哥哥。 哥哥。 小宝,乖啊, 来,抱一下。 看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喜欢吗? 拿着。 去玩吧。 心里收好了。 还没有呢, 我还没有想到, 以后再说。 舍不得。 我只是舍不得小宝而已。 我只是舍不得小宝而已。 去玩。 我只是舍不得小宝, 咱们。 去玩。 看我找问我。 你来买来的, 你这个游戏的。 我诶谢。 我。 你到处了。 我 bills了。 我找你。 喂 林哥 忙吗 请你个事啊 还有谢明演唱会门票的购买渠道吗 喂 辛迪啊 有没有可能帮我弄两张 谢明演唱会VIP的门票啊 转软悠悠飘笑豪豪满 长时光有我陪 师兄 你来了 小宝 师兄 你应该叫宁放哥哥 哥哥 我手机忘带了 你看见了吗 找一下吧 舍不得 我只是省不了小宝而已 不用太难过 你想和乔嫣 本来是件很美好的事情 即便你们最后没有在一起 但过程中也是我的快乐 足够啊 你说得对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走吧 你没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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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小朋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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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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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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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